我像个没有家的孩子 带着一场热血 四处流浪 车的电机又出故障了 现在爬这个坡 爬这个坡都没有力气 一点力气都没有 现在只能是用推的 这边呢又在下雨 现在这个天空又在下的毛毛雨 烦得很 然后这个电机 这个电机里面上次拆开来的时候 弄那个电线 这里面的那个那个线 完了之后没有用那个 这个边上的这个缝啊 没有那个密封胶给它涂上 结果呢现在是里面进水了 这个电机里面进水了 看一下 上次拆开来的时候弄这几条 这几条象限 这条象限上次就是给它磨坏了 然后呢就给它弄了一下这个象限 拆开之后这个缝 从这些缝里面水渗进去 还有这个底下有一个密封胶 这里也有一个密封胶 上次我拆开的时候把密封胶给弄坏了 然后呢没有这里面呢 也没有给它做一个密封胶上去 结果呢 现在就里面进水了 进水了 现在就是里面的那个 呃这个这个象牵 这磁缸啊 已经去我昨天给它拆开了之后 这里面石缸里面全部都是 都是那个锈 现在呢 就爬坡就有力气 几乎没力气 而且很费电 再一个就是它现在这里面呢 这个很容易发热 看一下我这个 这都裂了 这个这个轮圈都裂了 哎呀 上次去买这个 买这个电机的时候 叫他把我弄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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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锂额金圈 这个锂额金圈质量太差了 太薄了 哎呀真的是 我现在里里江也就只有不到100公里的位置 然后呢这个地方又天天就是下的雨 今天又下的小雨 烦得很 现在这个路又爬不上去 只能用推的 这个电机呢 现在是走起来阻力特别特别大 然后到丽江 现在还有一 还有一个很大的 还有一座大山 哎 现在我都 估计是明天就能到 现在估计要三天才能到 没办法 现在这边下着雨 看到吗 这边在下雨 那边呢在出太阳 还有这边 这边也在出太阳 看到吗 那地方在出太阳 我现在这个地方在下雨 这云南真的是 云南十八怪就是其中之一 就是这样子 东边下雨西边塞 我的天哪 你看到吗 这个下雨下的 现在这个外面下的雨了 现在只能躲在这个地方 先躲一下雨 在这个半路上面 车现在本来是想给它拆开来修的 但是现在没有工具 后面的那个飞轮呢 拆不下来 没办法 现在只能是等到了到了 硬着头皮 骑到丽江 然后再把它拆开来修一下 然后我觉得这个那个啥 控制器应该也是出现了问题 现在阻力特别大 走起来轰轰轰的震动特别大 哎呀真的是 乌肉偏逢年夜已 真的是 我今年发现说 这个下半年我出来走最趟 真的很不顺利 一直都在出问题 哎 都去调整一下吧 好啦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些吧 好了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 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再走哦